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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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幾年喔 開始去公布農委會啊 水利局啊 或者是警察局 開始去講課了 那講完之後 大概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著 就是 所以我後來會變成 我先講一下 在他們立場也沒有錯 因為他的目的就是 你只要給我八片貼文就好 其實他們不care你寫 甚至他們不care你寫什麼 因為對他來說 那個就是 一個標案 那個標案標完之後 你就處理那個八片貼文不好 我也不能怎麼樣 就是對他們來說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 其實 我覺得我的好處是這樣子 因為我去上課 所以 他們大概就會理解我的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會跟他講說 八片裡面 我們可不可以出兩篇 是比較創意型的貼文 但是真的要溝通很久 兩個月 好就是 我們要出一個東西 要在兩個月前做大量的溝通 然後 我後來是這樣子 其實這幾年好很多了 因為像警察 那個警政署的內容 MP的內容 然後 我覺得公布人在看到別的公布人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已經相對容易做很多了 就是說 我就說八片歪 因為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真的要訓傳這個東西 那沒有錯 然後我就說我們可不可以多做 就是可能八片裡面有兩篇 或者八片裡面有一篇 就是我們多做比較特別的東西 可是那真的要溝通兩個月 我必須說我們也是 這事情一直都會碰到 這個我覺得是慢慢改變 可是這幾年你看 總統已經也做了業配了 就是他跟那個 瑞 就是做插圖上的業配 我覺得大家已經開始 漸漸可以接受這件事情了 然後接下來就會 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我覺得 他時間會改變 接下來會到第二個問題是 KBI到底改訂什麼東西 因為對公布人來說 其實回過來 公布人需要的東西 大概就是 你宣傳到多少人 對我來說 我大概可以訂的KBI 就是你的觸及率 就是宣傳到多少人 那第二個叫互動率 就是你的互動可不可以像 就是我的互動主會提高 但是我說真的 我沒辦法保證說 我今天做了一支貓咪影片 就會跟上一支一樣 因為FB是這樣子 只有第一個出來的人 會搶佔大量的有量 所以可是呢 如果你要成為第一個 公布人又不會讓你成為第一個 因為他說這個沒人做過我害怕 但是現在有做貓咪這個案例了 你接下來看喔 有些公布人就可以開始做 所以他們 有些人是無法當第一個的 對 然後 我覺得還好 是因為我們自己 在外面講這個課程 然後譬如說 署長或者是 他們上級有聽 他們理解了 所以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應該是 讓他們知道有這個概念 譬如說 到時候就是弄一堂課 就是全部都是講公布人 新的行教方式 然後那個單位 就會更容易去接受 因為有時候 就像你講的上面 沒辦法 所以我們在外面去講 水利局 其實我覺得有方面 也是在 農委會跟水利局 然後有方面 是在翻轉他們的印象 然後讓他們願意 多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最近開始 一直在跑一些公布門 然後就會滿有趣的 剛剛講到爭論 其實真的是最容易引起討論的 但我們在經營社群好了 其實兩大 譬如說真的是有兩大派 有一派的人就是 我還是講一件事情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 一定有 就像是那個 尾邊的立場也是一樣 我要小以大一 我要跟你講 這是一個 這個也是立場 然後 只是這一個立場 它很難擴散 再過來是 愛這個立場的人就愛 我想在網路上 經營社群一定會被人家罵 這個要先理解 你不能 你不能 因為被人家罵之後 你就 害怕 而是 因為每個人都有立場 有立場一定會被罵 這是必然的 如果你只是在網路上面 想要當一個不沾鍋 活不下去 我先講一下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叫活不下去 但是 你也不是活不下去 你的圈子很小 但是圈子很小 不是壞事 我先講一下社群這個概念 FB 或者是網路社群 現在的好處在於說 因為它是網路 所以以前你做社團 40個人 差不多了 全職就是這麼小 可是現在網路 像你剛剛講的 3萬人 其實你好好經營這3萬人 也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一定有自己的立場 那既然你的立場無法 在網絡上面 無法大量擴展 那你可以轉向 第二件事情 叫做 我如何鞏固現在這群人 愛我的人 就是更愛我 你要講 宣傳一種 教義也好 邪教 對 我不想用這個字邪教 但是 就是一定是有一個理念的 你宣傳你的理念 這個理念一定會 你現在 可能 你可以偏向第二種做法 叫我們叫為氣首課 因為我們有兩個 你剛剛看到有兩個做法 一個叫做 我想要讓更多人看見 那另外一個做法 叫做為氣首課 那如果你不想要 用立場讓更多人看見 一定有其他方式啦 但是 你可以試著為氣首課 譬如說 你去辦這個活動 其實這個活動 就是為氣首課 非常棒的活動 現在現場 可能就有80個人 聽你的理念 嗯 對 我想要去支持你 那接下來你可能 就去辦外面這種活動 舉例來說 像12月2 這種影片其實也是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啦 但是 你可能就是協助辦 這種影片 要請導演來 然後又可以找到20個人進來 其實這樣子穩穩的增加這種 連結性 這叫強連結 網路上的FB都是弱連結 弱連結對你有用嗎 不一定 現在有 它有很廣的廣度 但是強連結 可能對你來說 你真的要辦活動 你看這些人就是停 我必須說 這種活動 其實也不是那麼好宣傳 但是這些人都可能是挺你而來 然後大家知道你在做這件事情而來 那我覺得 這也是很棒的事情 所以你鞏固好這三萬人 你可能要想的是怎麼鞏固 然後 維繫好他們 然後接下來就是自己走 你可能 到五萬也沒關係啊 反正你就是把這些人變好 然後讓他們願意出去外面跟他的朋友說 就變得 傳指小 就是 我覺得傳指小是真的很強的制度 很強的制度 它不會很大 但是它的連結性很強 可是像我們做網路行銷就是很廣 連結性很弱 如果可以買過一次就不買 可是對你們來說 因為你們可以一對一溝通好久 這是優勢 那就好好發揮優勢就好了 沒有一件事情又可以發揮好優勢 又謊又深的 很難 所以你就選擇做好一件事情 我覺得就功德圓滿了 我的判斷方式是這樣子 你的每一篇貼文自然觸及率有沒有十個讚 沒有 你可以重開 我沒有 對 然後再過來是 如果你這個名字真的很想要 或者是上面累積的東西太重要了 請你去把那些人全部殺掉 粉磚是可以刪除人的 只是辛苦了一點 對 對 就是你可以去看那些俄羅斯人就殺殺殺殺殺 對 粉磚可以殺人 那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剛剛回到剛剛講的事情 FB的目的是什麼 希望賺錢 所以你發的文 假設都沒人看過 看過人都不動作 你只會更慘而已 所以 我請願你殺掉 留下一些有互動的人 然後 才有機會做二次擴散 三次擴散 要不然就只能花廣告費了 所以 如果沒有十個讚 其實我認為跟 零是 一樣的 要不然就是殺掉 粉磚 殺掉那個 殺掉俄羅斯人 是可以慢慢殺 好